嗨,欢迎收看绿语加油中,我叫马洪志明达山,こんにちは。 今天我们学习一下关于是日本语的カレンダー的一个词,你们可以看过吗? 比如说大安、友因、先生、先父、然后抚灭、赤口,这些是你们也看过了吧,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,对吧? 这就是其实在日本生活的日本人也就是其实真的在乎的人特别少,那到底是他是什么样的意思呢? 还有奇缘,还有这个读法,我们一起看看,首先这个奇缘,这个是奇缘和名字,这个名字叫六优,六优,六优是六优生的, 就是略,所以本来是六优生,那这个是从哪个国家过来? 当然是中国过来,从中国过来,其实不好说谁发明的,有人说三国制的祝福量,通过这个六优来战略,然后得到胜利那样的一个译说也有,对。 还有其他的那个意思,就是有人说的,谈朝呀什么的,反正这个奇缘,谁做的不知道,嗯,有时候就是谈时代的一个天文学家,就是,哎,李,李洪峰,就是李俊普,嗯,画的那种东西来过来了,嗯,反正就是又有很多很多原因,但是不知道,嗯,什么时候过来,对。 从日本过来,大概是廉仓时代的霍奇过来,然后江湖时代的时候,突然,突然就是爆发,特别有名起来了,嗯,就是流行起来了,对,但是不知道他是到底是有没有功能,对。 但因为民主维心的民主政府特别不太相信,或者不要相信这个东西了,所以就是他是,别做,嗯,嗯,这样说了,宣布了,就不能,不能用这个东西,六优,对。 那,可能人类的心理想肯定是,如果不让做,不让相信,那他们的相信度更高了,因为,哎,政府不让相信,那应该是特别有用,好,那我们还是相信吧,所以有可能还存在这个概念了,对,当然这个现在是,这个概念是存在,但是真的相信的人,还是不太多,嗯, 但是一些注意的事情是,别的视频我可以介绍一下,但是这次是,我是可以给你介绍读法,嗯,那我们一起看看,首先是,刚才说,这个概念是,六优,六优,或者陆优也可以,六优,陆优,那读法我们一起看看,嗯,因为这是从顺序来说的,嗯,嗯,首先是,先说, 先说,或者,先说,或者,先赢,先赢,嗯,接下来是,统帽比,统帽比,然后,先めき,先赢,先赢,也可以,先赢,或者先赢,部, 仏滅 怠暗 刺口 或者関口 所以這些是六用的讀法 一般是先生開始 有因先負、負面 答案吃口 然後回到先生 這個一個訊息 好,那我們再次讀一下 然後這個一個一個的意思 是我做別的視頻來介紹一下 如果有興趣的話 別的視頻的時候也可以關注一下 好,那再次讀一下 六用、陸用、戦勝、先勝、 頭引、先負、先負、先負、仏滅、太陽、鎮光、関口 好,這個是學好了嗎? 好,今天差不多就到家了 皆さんお疲れ様でした